哈喽大家好我是LiB 说起近两点古装剧 那真是牛鬼蛇神GD 只要套上这个道具服装啥的 就妥妥是古装了 看不过了20年前那种 朦朦胧胧的古装女士剧 4K镜头下竟然给我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那这到底是经费的轮伤 还是特效的扭曲 我看了最近这个新出的风起洛阳 我算明白一件事 我查大字句 有钱 他真是有点东西 这部剧还没开播 那网上的暗黑势力 风起云涌 据说因为技术上的原因 推辞了上线一会儿 当时就导致了很多黑粉老师和无脑老师 正面兑现场面一步失控 豆瓣更是展现了一波极限的骚扫处 怒打一分好评 那这部剧到底怎么样 我今天跟大家捞一捞 开头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风起洛阳他讲的是一个什么事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神教的组织 经常到处干坏事 这个高炳祖也是为了复仇 阴差阳措就被卷入了 中央这个案件里边 正式成为了嫌疑犯 然后呢 又恰好碰到了 扶桑的百里红一 俩人就目标一致 开始探索新的地图 调查此案的组长 伍思月 在破案过程中 与高炳祖产生了一些爱恨情仇 就这样他也加入了小队 三个人一起 破案打怪升级的故事 那么首先出场肯定是我们 搞事团队的一号 痞子高 就是这种出场方式 有点小别致 有床我不睡 就睡观察板 从不方尼古拉了 别问 问就是主题 其次登场就是我们 搞事团队二号 白里红一组 外号也叫白里二 一个立志要当美食博主 探店小能手的官二代 那么故事起因是 这个郡主在家里边呆久了 想出来透透气 法派也知道这件事 既然郡主想出来透气 必须让他透得明明白白 是吧 拿起刀 就想让这个郡主啊 彻底的透气 还好我们搞事团队 三号打工乐呢 来得及时 打工乐算是这个 宫里边警察局的副局长 而且还活着了一个 能喘气的凶手 然后以告密者为线索 开展了剧情的第一条主线任务 郡主回宫以后 他妈就不乐意了 只能一顿阴阳怪系的 这事不怪你们 真不怪你们 可别往心里去啊 那凶手是谁 我可是一点都不想知道呢 他有点亲近过年的时候 那个互相塞红包 虽然嘴上说着不要 但是他手上可没杀手啊 另一边白里二爷是吵得很 不就是 不想继承百万家业咋了 我就是不想娶个漂亮媳妇咋了 我有错吗 为什么我爹要逼我呢 我的志向是美食博主 匹子高也没闲的 他的职业是火葬上烧锅炉的 刚才郡主逛街死了一堆人 现在正忙活着干熟练业务问题 匹子高一想不对劲 刚才还有个喘气的 跟着高密者肯定有关系啊 夜里呢就偷闲 去这个牢房给了他两刀 还套出了不少话 挨刀大哥还挺开心 有一种做了伟大事业的感觉 打工院这边听说 活口被大理事抓走了 这是赤裸的内卷抢活 直接就跑去跟大理事的人 开启了对线模式 双方正在拉扯的时候呢 犯人不喘气的 别的还好说 就是打工院他哥有点麻 咱小小一人挡不上 大家闺秀当一下不行的 非得天天扛着刀跟对线 你是图啥呢 说了又不挺 听了又不做 做了又错 错了又不改 匹子高昨晚晚上犯了事 早上去喝洋糖 那是一高人难大 这也是他和白脸二第一次见面 俩人云里屋里云的闹 白脸二想偷出点话来 但是他没想到 这个匹子高汤喝完了都不用他套话 就去自首了 你说这个羊汤里边 他是不是灌了酒精 匹子高是暗残身 正在接受严刑的拷打 白脸二就不一样了 被他爹逼婚都要积养了 他爹纳闷的 人家女方家庭条件方方面面的 哪个不比咱家情 你俩都不说是青梅竹马 你俩都是熟梅真马的 你怎么就瞧不上一遍 白脸二表示 那看得上跟看不上的 跟这个结婚也没啥大关系 他爹小脾气也上了一遍 再说这些没牙的话 我可给你大臂头齿了 打工月这边也是为了业绩贫 找皇上要了一块门禁卡 我想这也不至于 刚月初也不至于业绩这么差 拿着门禁卡 再跟大理斯对线就容易躲了 毕竟出门对方多了个大件 刚开始就对线 匹子高已经找出了内金 直接杀了人跑路 一套灵活的风骚小手卫 至今躲进了香好家里边 从此走上了逃亡的康庄大道 随着白脸二婚期是越来越近 未婚期也登场 就是这个出场的气氛比较压抑 怎么说呢 白脸二表示虽然咱们是订了婚的 但是这工具人我真是不想打 对于结婚我现在是摆烂的态度 至于你怎么想 那就不关我事了 这个恋爱情一听 这么着玩毒的吗 还没结婚你就想跑路 随后拿出了一本泛黄的小册子 并且表示这里边画的可都是好东西 各种稀奇不外的 你想看的图案他都有 但是有条件 你看我今年都29了 明年就有点年龄超标 就算搁现在也符合国家晚婚晚育的指标 你要是这样看书 那咱就背窝里看 你看这事行不行 白脸二也是硬气 就一本小册子你就想勾引我 我告诉你 没有光盘 别的都不好使 隔天就到了婚期 接新娘的时候 白脸二还在手里发玩的小玩意 一点想去的意思没有 他街头快气吐血了 孩子老不听话多半是想吃大鼻斗了 是不是啊 再想想啊 老给他吃也该吃腻吧 是吧 是时候给儿子展现一下这个演技这个东西 抹了两把眼泪就开劝 孩儿啊 你看小年不懂 年少不知软饭香 老来喝西又吃扛 孩儿啊 你是不懂事啊 啊 爹也是为你好 听话 这两口软饭咱真的硬着吃 话分一软 白脸二就去提琴 该说不说 这哥们多少有点涉及牛逼症 从五十开始 等了你们一个时辰 你白脸二郎好大的架子啊 这种婚事 并非我们柳家高潘你们白脸家 可我却听说 你屡次三番的想要毁婚 可我此事啊 确实如此 这话说的没毛病 愣给贾方怎么会的 本来还想兑现一会儿 结果恋爱期实在别呼 我都等29年了 你说不让我嫁就不让我嫁了 你再多说一句啊 都得给你好好算一算 这青春损失费 该说不说 这婚礼让这个白脸二呢 扮成了丧礼的感觉 男发脸上全是这种 强扭的瓜不甜 女发是别管瓜甜不甜 先解渴再熟 终于熬到晚上 好家伙白脸二他爹就让人给杀了 正好皮子刀也出现在他爹房间 这会儿就BBQ了 我说刚结婚的时候 你怎么采用葬礼的气氛 原来刚才是实战演习 这会儿好了 红氏喜事一条龙都给服务了 打工的月一看 这个凶手肯定是匹子高没跑了呀 这个月月季 只要抓住他就超合完凭了 先把匹子高老家给插房 坐等这个大标 匹子高本来就是逃犯的神 现在又贪着人民官司 只能躲到相好那块去一旧 这距离吧 这个匹子高一直是智商在线 很快就找到了杀害自己朋友的凶手 给凶手在船上来了一道死吧 匹子高觉得自己亲朋好友大仇以报 自己这个死命也差不多完事儿 但仔细想想又不是那么回事儿 自己打死那个好像呢 跟对打那个不是一个人呢 主线任务还得继续 白脸二这边刚完完 一边结婚一边出病的匹子高就出现了 并且听见女爹死的过于长处 不如咱俩再看看 白脸二呢有点 我都看了好久也没看出发现什么玩意儿呢 匹子高说兄弟你肤浅 看人不能光看卖的 你得拿刀了 只能说匹子高动手 动力还是比较深的 匹子高看完就仰着我 白脸二不得一了 上去就拽了他手说 我爹都让你看光了 你一句话不说就想跑 你是耍流氓你知道吗 你要真给我整机眼了 我让我爹给你唠唠 你信不信 最终匹子高还是坦白的 你爹中毒死了 跟我没啥鬼 匹子高看完老头以后 直接去找打工乐 打工乐一看 原来这业绩还能自己跑到我碗里来啊 匹子高坦白自己所知道的所有线索 想和打工乐寻求合作 一顿忽悠过后 打工乐带着匹子高 在自己公安局档案里边 转了一圈 俩儿的小联盟算是正是成立的 白脸这边属于魔证 一心只想找出 杀死自己爹的凶手 恋爱期现在心情都在辅导 正常的流程是先结婚再恋爱 你这倒好 结了婚恋不恋爱先不谈 你这和渣男有什么区别 匹子高和打工乐俩人为了查案 已经跑出场了 也是 主角都被人追杀了好几集 也该让主角享受一下追别人的快感 反派也是做足了戏份 拿完钱就想杀人放火 有正义感的打工乐就不干了 咱得救人呢 匹子高一听也不乐意 咱是来抓人 你怎么说变卦就变卦 你不去 我去还不行吗 你去那不就暴露了吗 最后倔强的女人还是奔向了火海 经过一系列的细节操作 加上自己不懈的努力 哎 他还是没出来 匹子高一想这才六级 也不能让我媳妇 因为这代小事热领盒饭呢 他就现场展示了一把什么叫真实的追戏火上场大戏 这救啊 是救出来的 就是快没气的 这不简单 人不呼吸不就完事呢 这样一对比恋爱期那边更顶不住的 你不跟老娘谈恋爱 老娘追你 哎 可以吧 你去艳势店老娘给你包店 去妓院老娘在门口蹲的 但凡有赶上前者的 统统都拦下 同学们 你们要是还想知道他去哪 那只能自己追 这里边值得一提的是 剧里边介绍了很多唐朝的文化习书 也融合自己很多想法 总体来说这部剧还是值得一看 剧情节奏比较快 而且这个场景也比较繁华 随便一个镜头都能感到金钱的味道 在演技方面也没有特别的拉话 好了 今天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